刚才我们在课程里面 在视频作业里面 我们不断的强调右手的重要性 右手应该怎样 他的姿势怎么回事 我们播片应该怎样切入琴弦 好了 那么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叫做跳弦练习 好 请看一下 很简单 六弦 运行到五弦 本来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是运行到四弦了 现在的不是这样的 六弦 五弦 六弦 回到四弦 回到六弦 三弦 回到六弦 二弦 回到六弦 一弦 好 做一下 右手的运动 通过镜头 大家能看到 那么在普利里面呢 还有好多练习 比如 六 四 五 三 四 二 三 一 当然了 当然了 还可以 六 三 五 二 四 一 一 四 一 等等 一 四 一 四 二 五 三 六 等等 这个都在普利里面了 请大家要练习 注意要点只有一个 两个音之间不许断 只有这一个要点 不能这样 只有这一个要点 两个音之间不许断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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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